尼伯隆根之歌是中古高地德语文学最著名的英雄史诗 他被认为是欧洲英雄史诗的杰出典范 可与希腊特洛伊传奇相媲美 由帕少主教沃尔夫格冯厄拉·沃夫格·范尔拉的一位不知名诗人 于1200年左右创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洗牌探索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址 文件和文化形式39历险记中的诗篇讲述了屠龙者 齐格·弗里德对伯根帝国王的女儿克里姆·希尔德的爱 他的婚姻齐格·弗里德被哈根杀死 克里姆·希尔德在匈奴国王埃策尔的帮助下报复 导致伯根帝人没落亡国 这部史诗是基于古老的口述传统 历史背景是公元436年匈奴人战胜伯根帝人 这个传说可以追溯到欧洲人民迁徙的时代 它在整个斯坎德纳维亚半岛和西班牙广泛传播 远远超出了该国的边界 16世纪 尼伯隆根之歌被遗忘 现代的接受始于1755年 当时在奥地利福拉尔贝格州的 Howernes城堡重新发现了 尼伯隆根之歌的首稿之一 在19世纪 尼伯隆根之歌作为民族史诗 被赋予了极大的重要性 理查德·瓦格纳在他的音乐 据尼伯隆根指环中将他搬上了歌剧舞台 弗里·德里希·赫贝尔将他作为戏剧进行处理 20世纪 这部史诗被多次拍摄 第一次是弗里茨朗于1922年至1924年间拍摄的无声电影 其代表作《大都会》也被列入世界文献遗产名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9年7月将尼伯隆根之歌列入世界记忆名录 该所以选择了尼伯隆根之歌最重要最完整的三部手稿 他们保存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 首稿A瑞士圣加伦修道院的修道院图书馆 首稿B和卡尔斯鲁厄的巴登州立图书馆 首稿C 先联合回家 巴登上